大家好我是老K 今天我们继续来K游戏 看到这次优米亚炼金工坊 我才深深感受到 人设对于一款游戏来说有多么大的威力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我真的会单纯因为一个角色 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毅然决然的决定购买一款游戏 如果要说第一次的话 优米亚炼金工坊的主角优米亚 我的第一次就献给你了 认真说这位角色第一眼看到 就完全是我的天菜 我本人就比较偏解析 尤其那种眼睛很勾的 再加上超性感勾魂类智 完全直击我内心深处的好球带 另外就是虽然外观喜好很主观 但莱莎那种蜜大腿 虽然也是很香啦 但我自己本身并没有那么相对 偏好这样越来越蜜的大腿 就好比勇者喜欢巨U一样 不过大太离谱的我就不行 是属于适当刚好即可 就一手能掌握的范围就好 好啦我怎么觉得这片开场 就一直不断挑战YT人工审核的底线 我们就点到位置就好 拜托放我一马 大家也知道 我自己本身对于炼金工房这个系列 算是相对没有这么熟悉 玩过也就莱莎山与十足玛丽重制那一款 主要也是因为玩法与剧情相对比较悠闲的关系 一点都不是属于我想玩欲望的最前段班 可能就T2 T1附近 但不是属于T0那种 死都要玩谁撞谁倒霉的等级 但即便是这样 我依旧已经下定决心这次的Yomiya炼金工坊 我是必玩 且随着去深入了解游戏的各种影视书情报后 自己对于这款的兴趣度更是直线上升 不过这款在发布以前其实有个意外的小插曲 因为炼金工坊算是我听过的系列游戏当中 数一数二长寿的 也可能是第一吗 一个系列出到现在居然超过20款的正传 真的是非常夸张的数字 那这款Yomiya炼金工坊 是整个系列的第26款正传新作 不过前一款也就是第25款 其实是整个系列的第一款正传手游 我记得当时我有个朋友看到是手游后直接大崩溃 说什么之后不会再玩决心气坑之类的话 然后前阵看到星座又是单击的时候又自动归队笑死 总之我们还是赶快来看一下这次Yomiya炼金工坊 追忆之炼金术士与幻创之地 目前视作的情报到底在玩什么 跟莱莎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一样开始前老惯例 见我30秒 又是我们Surfshark VPN啦 那VPN的好我想也不太需要说明 什么NextFree 动画风 跨区追剧 Prom 追片 Steam PS4 Xbox 跨区玩游戏 买篇游戏等等 我想有这用的早就用到翻掉 那Surfshark是一家欧洲的品牌 目前公司总部设计在荷兰 但也知道欧美公司特别注重饮食 另外Surfshark VPN可以一根申请全家使用 PC Mac Android iOS 各式智慧型电视 Google Chrome Firefox Xbox和PlayStation 全部都有支援 更有20小时7天全天后服务 30天保存特费机制 更加有全新更高级的套餐Surfshark Premium 大家提升安全与饮食性 更重要的是有支援Antivirus版病毒 现在点击下方资讯栏 那首先这款的故事 讲述曾经有个名为阿拉迪斯帝国的反胜国家 缺少要突发天灾亦变而灭亡 百年之后 炼金树就被视为招致灭亡的危险术法 是相当于禁忌的存在 而主角佑米娅审有炼金树式 将在这片文明灭亡的大陆上 寻找真相而踏上旅途 以往的炼金游戏对于炼金树的描写 通常不是稀松平常 不来就是稀少 但不至于到排斥 这次的新作直接让炼金树视为禁忌 再次采用的设定之外 主角佑米娅的母亲 在一场爆炸意外中身亡 于是佑米娅知晓自己 身为炼金树式的身份打上追寻真相 再加上这款的故事主题又跟记忆有关 感觉剧情也会是这款的重点之一 毕竟听说炼金攻防系列的剧情 除了黄温系列之外 一直都是比较偏向欢乐悠闲居多 但这次看起来又是久违 可能比较严肃的议题 自己是更加期待了 那这次的故事主角群主要有六个角色 这边我们也稍微简单看一下 主角佑米娅 让我理解到人设真的是吸引玩家要素的重点人物 母亲同样作为炼金树士却始于意外之中 更加深了私人对于炼金树竞技的印象 为了寻找母亲隐藏身份的意图跟竞技的真相而踏上旅途 维克托 为了惊视佑米娅而一同参加调查 看起来就是这款的严肃角色担当 原本出生贵族的她 家属却因为马那灾害而没落 从这一来看我也很期待跟佑米娅的互动会是如何 艾拉维克托的妹妹 开朗的个性加上细心的观察力 感觉会是调试成本剧情的欢乐关键 鲁格出生于平民窟 凶狠的表情加上深幽浮山润 怎么看都是一个很有料的角色 贤才剧情比这种一定很高 妮娜曾经担论过佑兵实力非常坚长的成员 目前官方给出来的情报真的不多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她字典的位置真的很会 雷妮亚主角群里面唯一的亚种人 胆小的个性跟看上去异常凶险的武器 有很强烈的对比 看起来就是很有趣 同时也是确定这座会是个多人种设定的角色 那这次查了一下才发现 主角群出的优米娅之外 其余五个人都是隶属于阿拉提斯调查团的一员 这样看起来优米娅身为炼金术是真的很禁忌 但这样我反而更期待她们之间的互动 除了之前官方直播演出到的兄妹互动之外 她们跟优米娅之间的观念碰撞 还有对炼金术的想法应该都会是剧情的一大看点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次的剧情里面 感觉有不少可以让玩家选择的选项 这边就不晓得会不会对剧情发展有影响 那再来就是整个流程最重要的玩法部分 基本上基本流程就是 探索调和战斗这样的循环 首先在探索上 优米娅会在咬无人烟的命迹大陆中释出冒险 这边官方也提及本作是开放原野的设计 可以看得出来范围应该非常庞大 但这边要强调的是 地图是开放原野而不是开放世界 应该跟蓝莎上一样采用多张大地图作为设计 各地图之间应该还是要互相切换才对 那在原野探索过程 可以看到像是借由推开石头或跳跃发现新的区域 然后也可以进行素材的采集 除单纯用手采之外 还可以用那支又是法杖又是枪的武器进行远距的采集 这样单看画面真的是看起来又帅又方便 不过在蓝莎山里面 同一个素材的采集点 用不同的采集道具就获得不同的素材 目前看起来这款似乎就没有这样设计了 就是变回比较单纯的采集的方式这样 再来调和也是整个游戏最重要的炼金术 在本作优米亚将直接运用麻辣的力量来施展炼金术 也就是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调和 看来炼金服可以退休了 那调和的方式虽然每个分支系列都会有改变 但可以看到本作的基础流程还是很类似 基本上就先选想要调和出的道具或配方 接着选择核心后再放入所需的素材 素材的选择就会影响到成品的品质 甚至是特性或效果等等 不过可以看到这款在调和前要先选择核心 这边应该就是选择成品的主要强化效果 调和的过程中也会看到共鸣跟玛娜等级随时提升 进而提升实际的效果与品质 例如从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到 火伤害跟效果品质有明显的上升 选择完之后再进行调和并确认成果 目前看上去算是很单纯并不复杂的设计 不晓了之后如果有更多系统的话 会不会玩起来更烧脑 不过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优秘亚的调和画面真的超美 最后那个微笑我是 我是真的不行 那链金术的部分还有一个简易的调和 就是调和时不考虑上面提到的特性效果等等 直接消耗素材快速调和出想要的道具 看起来这部分是运用在像是枪的子弹 或是地图探索时需要用的道具 比较平常消耗性的东西上面 那这边我稍微有注意到一个地方 就是地图探索的滑锁也可以用简易调和制造出来 但似乎有次数上的限制 之前蓝莎山是调了出来后可以无限使用到底 这款看起来每次滑都会消耗 不晓得对游戏体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就要实际玩玩看才知道了 再来就是最后实际战斗 跟蓝莎山对比之下 明显更偏向其实制的战斗系统了 六位主角一共可以分成前后卫 各三位角色上场战斗 过程中也可以随时前往角色或是往前后卫替替换 玩家也可以在战斗中自由的左右移动 甚至回避攻击 敌方攻击时甚至会有明显可以提示 让玩家迅速的回避 在正确时机回避时还会有慢动作的特效 可是实际会有什么加成效果才对 那攻击的方式就很简单按键攻击 技能也有连断的设计 全部打出去之后这个技能就会进入CD状态 看上去就是蓝莎山的进化版概念 那这款官方有提到战斗最大的特色就是 交战距离系统 每个角色都可以在对敌人的两种距离中灵活切换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武器也可以切换 再加上调和出来的道具 整个战斗过程应该是爽脚乱 但看起来节奏是真的很快 如果设计得好的话应该是蛮好玩的 另外还有个建制系统 之前有听说官方一直觉得 炼金术士一定要回工坊调和这点会是个限制 蓝莎山虽然可以在多个地方盖工坊 但还是避免不了要回去才能调和 看起来这款就是在这个限制中找到的答案 毕竟这款除了炼金斧都不用之外 建制系统上面连工坊都可以从零直接盖出来 那虽然我自己是不常玩这类型的系统 像之前人中之王八东东岛就类似的东西 如果时间有限的话 这部分可能就是碰的比较少一点点到为止 但这边会特别提出来就是因为 官方在展示这个系统的时候 直接开始把床后桌子乱叠乱盖 给我的感觉就是发现这里有bug 但干脆不休直接放飞自我 看上去是真的蛮好笑的 说不定这样叠上去还可以发现什么隐藏的道路之类 这个到时候我应该会实际去乱叠看看 好啦那上面差不多有整个游戏 官方目前释出的重点玩法 但毕竟我没有玩过其他系列作 这边就不确定跟历代作品相比之下是不是真的改变很多 但如果以莱莎的感觉来看 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改变的同时又很熟悉的感觉在 整体的感觉应该就是有改变 但练机玩法的核心不变的概念 那以上差不多就这款游戏 目前为止官方释出的情报整理啦 其余的系统官方未来应该还会陆续公开和更新才对 毕竟官方真的算更新的很勤劳啊 几乎每几天就有一支新的短片 看来莱莎退休之后有感到明显的销售压力啰 那之后如果情报更新的越来越多 到时候有时间的话说不定还会继续再整理给大家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老K我们下期见啦